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成交量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千亿 今天成交量是958亿 不足千亿的成交量 但是某种情况有一点无量津津涨的味道 所以说也不必太看淡这个行情了 那在农历封关前只剩下八个交易日 这八个交易日到底会怎么发展 等一下我们六点到七点会有专家来帮天友朋友做完整的解析了 不过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亚洲股市的整体情况 除了台股上涨以外 其他亚洲市场也是全盘上涨 全面上涨的格局 今年开年以来 亚股的表现相当的不错 几乎都是出现持续往上走高 而且突破波段高点的这样的态势 主要是中美贸易战的情势有所缓和了 那美国股市在周四的交易是大拉尾盘 Dow Jones收涨了162点 涨幅0.7%左右 原本是下跌的 但是受到了美国财政部长美努钦的一番 中美贸易战和缓的谈话 而出现了急涨的态势 在尾盘出现了急拉的态势 那美努钦是说什么呢 他说有可能取消中国大陆的所有 或是说部分的关税 这样子的一番释出和缓的谈话 当然就使得国际股市 包括美国股市都转表态了 对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有可能出现和解的态势 是亮上涨的红灯来表态了 所以美国股市的带动之下 那亚洲股市本周的表现也不错 日经指数全周的涨幅有1.5% 韩国涨了2.35% 那加权股价指数涨0.8% 贵买指数的涨幅同样是0.8% 那日本韩国台湾呢 都是连续两周周线收红 另外恒生指数本周涨幅1.6% 那恒生国际股涨幅1.74% 大陆股市则是出现了连续三根的红K棒 颇有底部 主体明显的要往上升的迹象 那上证指数本周的涨幅是1.6% 深层涨了1.44% 这个是雅谷这个礼拜收盘的情况 那美中贸易战的情势 到底要怎么看呢 等一下我们有专家 在我们今天这个小时来访谈 来谈这个事情 另外美国政府的停摆 这个政府的关门 已经使得川普取消了 这个美国代表团前往世界经济论坛 就是一般我们讲说达沃斯论坛的 这样的行程 原本是说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要去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也确认是不会去了 因为像目前有80万的 这个美国的公务员 是没有办法得到报酬了 所以川普已经确认取消了 他的代表团前往瑞士达沃斯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行程 那另外川普的国情咨文 也非常有可能会改成书面的 现在目前美国政府的关门的时间 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了 那这个美国政府关门 会不会对全世界经济 乃至于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是肯定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评估 关门一周大概会影响 美国经济0.1个百分点 那持续关门下去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我们一开始先来请教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的孙明德主任 主任你好 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任这个达沃斯论坛 美国代表团不去了 这个倒是很罕见 那当然是因为美国政府关门的情况 越来越僵持在这边 那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到底会有多大的情况呢 是美国政府前几年关门 第一次关门的时候把大家吓坏了 所以那个时候对股市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 这几年几乎每一年1月 美国政府都要关门关几天 像去年去年初还是前年初吧 我们台经院办尾牙 本来有请美国驻台的一些官员来 参加我们台经院尾牙 到那天都没有人来 然后我们一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他们关门他们连尾牙也不用吃了 所以驻台的官员他们也没拿到paycheck 也是受到影响 好像有示范无薪假 如果你要来上班好像就等于是无薪假吧 所以美国的那个政府关门 不是只有影响他们国内的一些公务人员 连国外的那些驻外的那些使馆 也都会受影响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这一次这几天的美股 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了 然后虽然这次闹得其实比以前大 然后关门的那个时间也比较长 甚至影响到美国机场的危安 然后甚至是那些出境的安全 不过好像这些金融市场对这个东西见怪不怪了 所以我觉得除非它有进一步扩大 或者是延伸到其他方向的趋势 如果只是这样子的关门 那我觉得对于金融市场 对于美国的经济 不会造成根本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在今年会下伐 主要是因为去年的第四季 美股开始走下坡 美股从两万六千点跌到前一层值只有两万六两万三 那当你美股跌那么多 你当然消费会受影响 第二个会影响的是美国的投资 因为油价在去年11月跟12月大跌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投资 大概都跟夜盐油比较有关系 只要油价一跌 投资也就缩手 所以消费投资两缩手 那你的去年的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 美国经济就会下滑 那跟关门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好 所以主任您是看淡美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吗 从去年第四季就看淡 其实应该更早看淡的是欧日中的经济 欧洲日本中国大陆的经济都在2017达到最高峰 2018是逐渐下滑 所以你看到欧洲的经济在2017年的年底 还有还有差不多2点多的成长 到了去年的第三季只剩下1点多 1点多出头 那欧洲日本在去年第三季经济是零成长 那中国更不用讲了 中国大陆经济这几季也是逐渐下滑 那美国其实是去年上半年到第三季还不错 所以让各界忽略了整个景气 似乎好像大家都觉得景气还不错 其实不是 欧洲日本中国早就开始变冷了 就是一个美国还在那边撑 那美国在第四季有股灾 或者是有油价下跌 所以连美国也撑不住了全世界的景气也就往下掉 所以美国的景气下滑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循环 第一个是一个经济循环 它本来从2016 2017 2018 那已经连续上升趋势已经两年多了 早就应该要有一个趋缓 那现在再加上金融的问题慢慢开始浮现 所以美国的经济趁势做一个软着陆 这样反而是健康的 如果说一直都维持非常高档 我觉得那样才不正常 最近的这样子的下滑反而是一件好事 所以您觉得这次美国的经济是一个软着陆 并不是一个hard landing硬着陆 希望是软着陆 如果照正常经济的规律的话 包含台湾也是去年第三季 美国去年第四季 大家就开始慢慢往下走 照以往的规律的话 台湾应该是要走差不多12个月 那美国当然也有它的一个周期 那这样子的一个下滑 主要是因为像去年的科技业 它的存货也太多了 像1到10月的原物料涨很多 所以那些厂商也都酷成一大堆 今年的去年的年底 今年的上半年都要消化一下 你吃太肥了 你总要先活动活动吧 饿一下吧 然后消化一下这些过剩的食物 然后等到下半年才能回升 这样叫软着陆 但是如果你发生了什么金融的状况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债券市场 两年级跟五年级前一阵子发生了倒挂 然后有一些金融的指标看起来不是很好 如果金融面发生了债务的危机 或者是各国之间有什么 有一些什么不好的金融风险 那可能你这个就不是软 而是硬着陆 而且它要拖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好 所以软着陆或是硬着陆 很重要一个前提就是有没有黑天鹅这种金融事件的爆发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的话 主任你比较倾向是有或是没有呢 就是说今年比较倾向会有金融事件的爆发 还是说比较倾向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其实比较有金融情况爆发的征兆一直都存在 像去年第四季的美股大跌 或者是有一些像那个比特币 或者是中国大陆P2P那种借贷平台的崩跌 在过去十年二十年 这种新金融商品或者是比较灰色地带 引致银行的爆炸 通常都是一个金融危机的前奏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征兆 其实反映了后面通常会跟一个金融危机 但是因为我们全球过去这十年 印的钞票实在太多了 就算目前已经收一点回去 那个市场上资金还是非常的充裕 所以还不到这种发生危机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假设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 当你这一波景气到今年第三季第四季下滑了 但是还没有爆发这个金融危机 然后这个时候景气开始回温 然后原本你要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 是发生在明年2020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缓冲的时间 就是两个问题没有同一个时间发生 这样子对各国的经济反而好 但如果你刚好到今年的年终或第三季 景气正在下滑的时候 那时候金融有一些债务危机或企业在爆掉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这个原来下滑的 不但不会回来 还会加深加重时间加长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看到最不喜欢的状况 就是所谓硬着陆了 了解 好那如果是软着陆的话 美国今年GDP大概还有多少成长率呢 现在几个预测机构都预测美国今年大概是2出头 2.3到2.4 那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反而要比较担忧 今年中国应该是保六 对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大家都预估它26.2 6.3 那中国大陆只要稍微有点状况6就不见了 那美国去年大概是2.9 那今年的话大概是2.2.3 其实美国掉的幅度也蛮大的 0.6个百分点是蛮大的幅度 那可能下滑速度比较明显的 在今年上半年第三季 然后第四季的话 如果正常情况 它应该就会稍微往上升一点 那也自己这个刚才前提还是存在吗 就是说不能发生这种金融的这个大的事件 就是说这个刚刚主任所讲的GDP 是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前提下 有这样的经济表现 但基本上即使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这样的经济表现也基本上是比去年差很多了 所以比去年 前年大概都要差 所以川普总统今年 他为什么要跟国会这样扯 因为他后面想要做很多公共建制 他需要国会帮他付贴 签这些账单 签这些支票 没有国会授权 他是没有办法动用这些资源 所以他现在必须跟国会先强硬 强硬完以后 大家放软以后 他就比较能够取得财政的预算 去做公共建设 公共建设如果有做 我们刚刚讲的2.2 2.3 可能就会再好一点 那下滑的速度就会再慢一点 OK好 所以川普僵持到现在已经关门25天了 还是不退让 这个也是很硬 但民主党部分也是很硬 大家都僵持在那个地方 当然美国210万的公务员里面 现在目前有80万人是无薪假了 这80万的无薪假最主要是集中在一些 就是相对的可以放假的那些部门 比如说美国国税局现在就是放假 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报税季节 所以说美国国税局所有人全部放假 那另外那什么国家公园 博物馆全部修管 所以那个大熊猫的直播也没得播了 另外呢连结婚证书也拿不到 还有你可以看到没有人收热射 美国的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热射是堆到路边 没有人收热射 所以现在目前美国民众也是怨声载道了 那至于说景气的问题 今天有一个新闻 跟台湾也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苹果亚洲供应商 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日本电产 在2018年就去年年底 削减了30% 这个高达三成 针对中国大陆制造商的产能 随后这个日本电产 还把全年的利润预期下调了25% 所以这个分析就指出了 作为全世界经济领头羊之一 这家公司的利率预警 表明全世界经济 现在目前面临的动荡 而且日本电产的执行长 还讲说 这个执行长说什么呢 就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勇守从信 他说因为需求疲弱 所以不得不去削减 中国汽车跟家电制造商的产品产量 而且削减的幅度高达30% 他说他工作了大半个世纪了 就是说超过50年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公司订单 出现如此大幅单月下滑的情况 他说去年11月跟12月的业绩表现 简直是不同寻常 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很罕见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台积电发布的法说会 你也可以看到台积电把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大幅的下调 20%以上 其实看到现在目前 大部分很多产业都是20 30%的一个衰退 主任这个现象是很罕见的 但是我想这个情况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非常严重经济衰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去年贸易战 其实打乱了厂商出货的步骤 这一点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 去年你知道那个贸易战在7月8月9月在打的时候 很多厂商因为知道去年的关税是9月10% 到今年1月1号要调到25%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厂商因为后面的修兵修站 他没有办法绿料 他就前面就拼命出货 拼命备库存 所以差不多10月11月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商品大量的出货 大量的出货 好 结果到了12月 你就先把人家仓库都堆满了 货也进完了 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过冬了 准备冬眠了 然后12月1月本来那个订单就会大幅缩减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幅缩减 第一个是厂商原本在之前就把库存都备的太多 备的太满 第二个是他们原本就不知道 今年的第一季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程度 所以那个订单都先观望 那贸易战如果不打了 他后面的订单还是会继续出来 但如果贸易战真的到原来的25%打下去 甚至是打得更严重 他们就必须要去找其他的出货地点 或者要把订单做一个转移 还是要做一下其他调节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是打乱这一次 一些重要厂商出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了刘鹤现在要到美国去拜访 然后双方要做一个更高层的谈判 其实就目前12月初到现在为止 美中的谈判其实都非常顺利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意外 那在农历过年这段时候 或许美中双方就会传出来好的信息 只要这个讯息传出来 那接下来这些厂商就原本他们要做的一些 营运决策投资决策销售决策 可能就会恢复比较正常的形态 那也就是说之前你看到11 12 包含台积电对今年上半年这些预测之所以这么的紧绷 就是因为厂商不知道这几个国家要干什么事 那如果现在是往好的一方面发展 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那我们的厂商其实也不要太过担心 2月过完年以后 当美中双方谈判的确正常 我们的下游那些厂商恢复信心 那订单可能就回来 但是因为大家被吓坏了 所以就能在11 12月 你看到很多大厂都做很多紧缩性的动作 包含鸿海华硕这种大厂都对今年提出了预警 然后内部也做了一些调整 那如果到今年不要发生这么极端的情形 他们是找最悲观的情况去做准备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最悲观的情况 我觉得那个整个的情况会慢慢的恢复 所以接下来这个情况要持续关注 关注美中贸易战后续的发展 好 那至于说美中贸易战要怎么发展 会如何发展 这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请孙主任来帮我们预测 所以主任刚刚所讲的 这也是为什么财政部公布12月的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数据 会出现这个衰退的情况 这个包括月比出现衰退年比也出现衰退 而且财政部预估今年第一季的出口 有可能会呈现停滞低成长的状况 显示出口已经结束20多个月的扩张期 那无独有偶的 你看到中国大陆去年12月的出口 也在最近公布出来 也是大幅的不如预期 而且是衰退的情况 连进口都出现衰退 所以这就是先出货了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到库存堆高 而且已经看到出口后继无力的状况 主任这样台湾的出口状况真的会延续到今年吗 就是说这种衰退的情势是会持续下去吗 是 所谓的衰退你是跟去年这个时间比 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的上半年 台湾的出口是两位数的高成长 然后到了第三季它的成长率 第三季只剩下2.3 上半年是两位数 第三季2.3 第四季前几天也公布了 第四季是零成长 第四季是没有成长 所以看到去年的整个出口的情势 就是上半年很好 然后慢慢的开始冷却 那你要分析它冷却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苹果的东西 既不叫好也不叫做 类似这样电子零组件就在我们出口四成 它卖不好 台湾的出口不会好 这是一 四成不好 第二个另外30%是原物料 原油相关原物料 那原物料的价格在去年前十个月是大涨 所以你就算买一样多的原物料 买数量一样多 但是你收的钱会多很多 就像你去加油 你一样要加满 你去年一月加满 跟去年十月加满 要付出的钱要多很多 但是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你再去加满油 你发现你的油钱又变少 像你这两天去加油 你就知道跟去年的十月差很多 因为油价大跌 从80跌回来50 那这些东西又占了我们出口三成 当它的价格只要一跌 你就算买一样多的食油 你要付出的钱也会比较少 那外国买台湾也一样 所以你40%电子不好 30%原物料不好 今年的景气看起来也不怎样 所以另外20%是一些机械设备 那些厂商要投资的设备 那外国厂商还会来买我们的设备吗 我看大概意愿目前看起来也不高 所以去年第四季出口几乎是停滞 就是凌晨涨 今年第一季你还遇到了美中贸易战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该出货的也出的差不多了 今年第一季 尤其是一二月 再加上两岸之间都在过春节 那厂商本来这个时候就是不是那么积极在出货的时候 所以第一季我觉得财政部估得很正确 要么就停止 甚至还有可能小幅的衰退 那也就是说刚刚我刚刚说的 整个景气要到第三季才有可能慢慢的复苏 那出口的情况可能也是上半年表现不好 那到第三季才有可能开始从谷底开始慢慢爬升 然后到第四季看看苹果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改善的一些新的想法 还是有什么新的应用带动我们台湾的电子 那到时候你的出口才有可能表现更亮眼的数据 好 不过今天听说苹果今年还是要出三只手机了 而且会做明显的改版 因为寄取教训 对不对 XR XR这只手机卖得太烂了 最主要是单镜头 听说也要把它改成双镜头 把规格提高 另外旗舰版的手机甚至不排除有三镜头 主要是有3D的照相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光学股全面大涨 今天郁军光是最强了 这个一早就亮灯涨停板了 那另外大力光今天也涨了将近7% 大力光今天涨了245块 股价来到波段的新高3785块 所以光学股恐怕也可以再来观察它后续的走势 作为苹果改版 包括出什么样的新机的观察指标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全世界的经济情况 金融市场的状况 可以讲说是错综复杂了 这个千变万化 像刚才孙主任所讲的 这个厂商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这个变数 这个突发的因素 在去年发生 一直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跟经济的重要因素了 而把今年第一季的营收看得很差 当然厂商一定会去做最坏的打算 包括台积电 可成这些公司 一定会去做最坏的打算 同时因为苹果手机卖不好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好的打算 对不对 所以说做了坏的打算 你看到台积电预测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是衰退20%以上这么大的幅度 所以这样的状况 是伴随了中美贸易战的 这种不可测的变数 但是如果说中美贸易战达成了和解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端倪是 越来越清晰 而且这路线也越来越 那个轮廓也越来越明确 就是有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就达成和解的方向发展 那是不是他们先前太过悲观的预估 又会被修正回来 所以出口也不至于一定是这么悲观的状况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万一又中美贸易战发生了更坏的状况 也不是不可能 对不对 搞不好那就变更差了 那再伴随着有可能发生的金融事件 黑天鹅 那不是全世界GDP就积极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 这种千变万化的情况之下 那经济研究机构到底要怎么去预测经济 以及去做GDP的研判 因为一般经济预测机构都有这个经济模型 去做GDP的研判 那这些目前这些变数又怎么样把它能加进去 去做综合的研判 变得很困难 那同时 这样子情况发展下去 我们该如何应对 是这一段我们要来请教台经验警器预测中心 顺明德主任的问题 那主任这些变数 这些复杂的状况 怎么样去做预测呢 你们怎么样统合进去你们的预测模型里面 这个没有办法放进预测模型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的数据 它一个时间数列 都有四个基本的结构要素 第一个是它长期的趋势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第二个是它有一个周期的变化 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台湾的经济大概每30个月会从谷底到高峰 再从高峰到谷底大概12个月 这是一种周期性跨越年度的一个周期循环 第三种是一种季节的循环 比如说大家常常说的 什么下半年是出货旺季 第一季是消费旺季 类似这种是一个一年之内的季节性循环 最后一个是一些不规则 或者是一些很难确定的因素 就是刚刚您讲的美中贸易战 或者是一些国际政经的因素 像这种不规则因素你非常的量化 比如说你怎么知道美国总统 要对哪些商品科关税 要科多少 什么时间科呢 那当然你可以像有些预测机构 他们就预测说全部都科关税 然后全部打到底 像亚洲开发银行 它就做一个这样子的预估 所以一般做预估的时候 可能会预估一个很好的情况 很悲观的情况 像你今天看到台积电 好像它有一个预估的情况是 很悲观的时候会怎么样 好一点的时候会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看到媒体有写 如果台积电很悲观的话 那台湾经济还能保二吗 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不太能够 完全放到量化模型 只能说我们的计划A是什么 计划B是什么 或者是最好情况 一般情况或最坏 所以我刚跟您前面说的 台湾如果照正常情况走的话 今年第三季到谷底 第四季开始回升 那美国的话可能要到 今年底或明年初 因为它是比我们晚一点 它才走下坡 那如果照这样规律的话 美中贸易战 我们现在当然还是要 持续关注它的进程 从去年大概七八九月 那个是美中贸易战 对整个市场开始产生影响的 那个时候 然后十月份开始股市就大跌了 但是美中贸易战最近 你看得出来 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 美中贸易战可以像当初 美国打日本打得轰轰烈烈 打得日本到节节败退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附庸 其实我这样讲 虽然不是很恭敬 但其实是这样子的 日本是美国的附属 然后它需要美国做一个安全的保护 或者在政治上要找一个大哥 或者在军事上要找一个保护者 所以美国对它的经济要求 它几乎是有求必应 从1970年要求纺织品限制出口 1980年限制汽车出口 后来限制半导体出口 它都是照 都答应照做 还有广场协定照签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你日元要升职 明明知道你日元要升职 会来套利 你也不得不签 但现在的中国它会答应吗 中国不会 因为中国跟美国没有这种军事的同盟 或者是政治上的关系 另外一个是 日本跟美国之间 它的品牌都是独立的 像日本的Panasonic Sony或者Toyota这种品牌 丰田 松下 日立 这种品牌都是独立的 品牌制造销售都是日本自己一条龙 自己产业链 它跟美国没有关 所以美国打他都不用担心打到自己 对 但是你现在看到美国跟中国呢 太多相关了 对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实质请扣 对啊 你的两手实质请扣 你怎么用手打他呢 所以美国的品牌中国制造 再到中国销售或美国销售 那一打下去就是一团乱 所以像苹果这次卖不好 很多也是因为中国销售因素 没错 所以如果再继续穷追猛打的话 你最后伤的 当然中国会受伤 你自己的受伤也很严重 不会像当初打日本 你自己都没事 你这次欺伤权 伤人三分 自己伤七分 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总统也知道 今年的重点应该是 国内的基础建设 国内的国会预算 而不再是贸易战 中国如果这个时候 给你一个下台阶 多买一点能源产品 农产品 开放市场 买你一点汽车 你建好就收 然后呢 虽然中国是一个提款机 现在提一点 你等明年要选举 再来提一点就好 你千万不要 这时候就把它榨干了 到时候 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把中国当提款机 选举的时候 就来提一下提一下 那中国其实也 这次也做了一些让步 所以我觉得美中双方 在二月达成和解的机会 非常的高 但是接下来呢 他们的关税不打了 打别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川普有三关 拿三关 第一个课关税 第二个政府关门 第三个是把人家女儿刷去关起来 他有三个关 那是种 就很像那种科技资讯站 不是抓华为的高管关起来 就是抓 抓什么关起来 类似这样子的资讯站 科技站 今年还会有 另外一个人民币 也会变成双方 争锋的焦点 所以虽然在关税这个地方 可能大家暂时止步了 但其他方面的战争 可能才真要开始 好 关税其实是美中争端的一个缩影 它不是全面 就像主任所讲的 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谈过戴耳理论 听众朋友如果长期听我们节目就知道 其实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供应链关系的两个大国 最终是不会爆发真正的大战的 因为他们会 到最后他们还是领导人 会去关注彼此共同的利益 就像刚刚主任所讲的 一点都没有错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有太多彼此相关的共同利益 所以说千一法动全身 如果真的去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大战的话 那两个国到最后都是自取灭亡 而且是两败俱伤 甚至全世界都被拖下去 而到了一个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所以这样子的悲观情境 或是这么坏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 我也跟主任看法相同 是不会发生的 只是说 两个国家的结构性摩擦可能会长期存在了 那这种结构性摩擦一定的 这个全世界 你不要讲说国家了 你说夫妻之间有没有摩擦 一定也有 这夫妻难道你结婚30年都不吵架的吗 太少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长期的打打谈谈 然后停停再打打 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但现在目前的当口上面 美国可能自己的经济问题 包括股市的问题 所以这一波美国股市也伤得很重 所以有人讲说股票市场是川普的心电图 对不对 所以说川普现在目前要把心脏给刺激一下 那当然在美中贸易战这个议题上面 就会放软姿态 这个比较和缓的态度 所以美努钦为什么谈说要部分或是全面撤销中国大陆的关税 而使得美国股市大拉尾盘 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 只不过白宫里面还是有一些鹰派蛮难搞的 像是纳瓦罗 像是莱特海泽 这些极为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鹰派 恐怕也一时三刻 也不能那么容易的把它摆平 包括像副总统彭斯 最近不是又讲话了吗 又重提去年他十月在哈德逊智库的 中国大陆的那一篇相关的内容 就讲了非常的义愤填膺的内容 所以这样的情势之下 我们还有的看有的瞧了 不过听刚刚主任这样讲似乎台股也好或是说台湾的经济也好或是生活全世界经济也好 没有像世界银行讲的那么悲观吗 世界银行讲说全世界经济要天黑了 那这个天黑的用词非常重啊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悲观呢 看起来好像主任好像也没这么悲观嘛 对不对 我刚刚其实讲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经济正常的太阳下山 然后呢晚上没有狂风暴雨 那有什么太阳明天依旧会爬上来 对啊太阳明天依旧会升上来 那周围的休息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如果你天黑了再加上又来了狂风暴雨 然后又加上停电你就麻烦了 所以我刚刚说的是经济正常的下滑没有关系 不要在下滑的时候又发生了金融危机 但是金融危机确实它发生的几率是比网民要高 我们知道美国的企业债前几年发了很多债 发了一堆债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债市很好 那么它的公债都有连准会买 所以那个债呢都到处很抢手 美国的企业到处发债 发完了债据就去买自己公司股票 股票回购 把自己的EPS弄得亮亮的 弄得很好看 然后这些高管呢 生意没有做得多好 但是EPS很好 其实那个就是债务回购的一个好处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拿高额的奖金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人管 因为钱太多都往债市跑 但是现在呢 这个债慢慢要还了 而且美国现在也不再买新的债 它那个QE都在量化宽松都在退场 所以那个债市的裸涌 就是浪潮退去以后 债市裸涌的那些人可能要浮现出来 有些好的债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垃圾债 它可能在今年就会有问题 那美国的债都有问题了 我们知道像意大利 它也是一个债台高足的国家 南欧有几个也是这样子的国家 然后加上中国大陆的企业债 好像这两天又有消息 说大陆有什么公司违约了 什么债务还不出来了 那你看到美欧日 其实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 那中国也有这种问题 当全世界的债市资金退潮以后 慢慢的那些裸涌的都要露出屁股了 那今年底明年初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产生 我们知道1998年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传导的作用 刚从泰国然后开始传到其他国家 那些国家都是债台高足 外汇存底不多的国家 所以当资金一旦退潮 那个国家就通通倒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韩国也被牵扯进去 2008年当资金退潮以后 是有一些资金准备不足 或者卖了太多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司 美国公司倒了 那这一次的危机 如果照前面的这样规律 第一次是国家 第二次是金融公司 那这一次会不会发生在很多的债务上呢 比如说这些债务当资金退潮以后 先是什么债违约 然后呢那个原来的那个等级比较差的 大家就开始避之唯恐不及 然后避来避去 就把这些新兴市场给放空了 那这样子的危机 事实上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我觉得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 当你今年在投资的时候 你现在第一个是经济下滑 万一这件事情又发生 对我们来说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做投资 或者在注意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那种债券市场 或者是金融市场 当资金退潮以后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就是 经济下滑没有牵扯到金融风险 这样是最好的结果 对好 所以这个美国经济会不会crash 股市会不会真的出现大崩盘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金融有没有爆发危机 这个包括债券的问题 那这样的情况 所以会不会导致联准会开始停止缩表呢 以及联准会今年干脆就不升息了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请教孙主任的看法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前准会联准会主席叶伦 讲说美国的升息高峰已过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说叶伦觉得今年联准会不会升息了 至少是会维持利率不变 那至于说会不会降息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高峰已过了 换言之就是去年12月升息的那个位置 就是最高点了 好所以美国的利率又升到2.5就停了吗 是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继续请教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孙明德主任 主任你怎么看 因为您刚刚讲说 现在目前这个资金退潮 如果一大堆人在裸涌的话 那不就爆发债券危机了吗 不管是企业债也好 或是说国家债务也好 那这样的很麻烦了 因为全世界景气正要下滑 又发现这些债务的危机 那我相信联准会这些官员 大概也知道这样的状况 这是不是也是叶伦 所以他讲出这样的话的理由呢 是我想前几年美国是用一个人造浪 把那一浪做的比一浪高 所以那些裸涌的都被盖住了 但现在美国有两种升息 第一种是民的升息 民的升息 现在表面上联准会说 现在好像情况慢慢的 不用那么严重了 所以我们的升息脚步 可以稍微慢一点 所以这也是这两个礼拜 美股之所以大涨一个基本支持所在 如果联准会继续讲话很强硬 他美股大概是持续跌的 所以他民的升息 他可以稍微停一下 也就是说2.5也许不一定要动 或者动一次就好 但是他按的升息还在 他的资产规模 从原来的4.5兆已经缩到4兆 他每缩掉5000亿美金 他等于也在升息 所以民的升息是不动的 但是按的升息可能还在继续持续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 另外一个欧洲央行在去年下半年 也开始缩表了 他是没有升息 他也缩表 也不等于 也等于就是欧洲央行 也开始在升息了 所以美欧两国 虽然民的升息没在做 但是按的升息还是偷偷来 所以资金退潮还是持续的在退 另外一个 欧美在退了 但是亚洲国家的人造浪来了 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前两天在降准 这两天逆回购 拼命把资金放出去 虽然他有人造浪 但是因为中国的水跟外界是不相通的 他有外汇管制 其他国内在怎么人造浪 新风作浪 他的浪也倒不掉国外 所以对国际的帮助不大 所以你看到目前国际的情势 虽然说大家觉得最近的经济情况 有点趋缓 所以联准会升息速度稍慢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 就因为这样对金融市场掉以轻心 你要知道他们有很多按的升息 还在持续做 如果当你发现这个浪 其实还在持续退 最后造成了金融危机 到时候可能收都会来不及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 就是说联准会现在目前的定案 就是说今年每个月会再回收 500亿美金的债务 那等于说今年会回收6000亿 那有没有可能就停止回收呢 因为我看那个鲍尔已经讲了 他之前讲说这个缩表是自动驾驶 就是照那个方向一路走下去 不过他最近的讲法已经改变了 他说缩表这件事情 也可以看看整个市场的反应跟状况 所以说联准会是不是也有可能就 好那我就不收了嘛 如果你知道目前这种经济情况 美国经济数据还不错 然后物价上涨也还在2%左右 你可以把名的升息拿掉 按着继续做 缩表还是继续说 对继续说 但是如果你的经济情况很糟 或者最近比如说两年级 十年级公仔真的来个倒挂 那出现了这种征兆 那你知道不用你联准会做 那些投资者也都会开始 自己说自己的表 如果发生那种情形 联准会就不用说了 因为那些资金持有者 他已经自己在做收收的动作 所以接下来 美国去年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数据很重要 另外一个他最近的这种股市上涨 还能不能持续呢 如果又开始产生连续性的大跌 我觉得联准会他的话 就会讲得越来越放松 来给这个市场持续的信心 那您觉得两年级跟十年级 美国国在殖利率出现倒挂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去年底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那时候美国利率升得比较凶 那现在最近因为联准会话已经放软了 然后看起来如果市场觉得 这种担忧情绪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因为你知道两年级十年级之所以倒挂 就是因为十年级很多人跑去买 然后两年级大家不敢买 那才会产生这种利率倒挂 如果当大家觉得这种恐慌情绪 紧张情绪一退去 那你干嘛还买十年级 正常的本来就是两年低 十年高 所以这个之后 它就会稍微回复正常一点 所以这样子倒挂的情况 可能就会晚一点出现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出现 但是会晚一点出现 好那中国大陆去年每一季都降准 那请教主任您觉得今年中国大陆会照照章办理吗 就每一季都降准 因为元月已经开始降准了 就是去年中国大陆也是 元月四月七月十月四次降准 那今年会不会同样的状况 那同时呢 中国大陆五年没有降息了 会不会今年也来个降息呢 这个它还是会持续降准 因为最近你看到中国大陆的官方高层 不断的说今年的经济表现的差 要过苦日子 甚至还用降税这种方式来刺激经济 所以既然连税都要降了 降准有什么好稀奇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存款准备率 是跟它外汇存体是相关的 外汇存体现在也没那么多了 你干嘛要准备那么多呢 所以它两个它就可以降 这个您提到的降息 降息对中国反而没什么用 中国大陆要的是降准 因为你说我们台湾这种降息 降个什么一马半嘛 中国大陆随便炒作一个金融工具 都是十几二十趴或者是几倍的 它哪在看得上演这种几码几码的利率 所以中国大陆它很少用降息 它都用降准 它用釜底抽薪 让你把瓦斯关掉 热水冷掉这种方法 它不会在那个热水上面倒两杯冷水 因为那个对它没有用 那种是亚洲国家或者是欧美 才会用这种降息的做法 那中国大陆是直接帮你把瓦斯关掉 让你水热不起来 这样才叫浮底抽薪 这个就是降准的做法 今年还是会持续 再加上逆回购 这些都会不断的机动性的发生 那这样子可以把他的金融情势稳定下来吗 因为他现在目前企业倒在的情况很严重 那再加上P2P民间的这个信贷的问题 以及经济的降温 消费的降温 投资的降温 看起来中国大陆经济是进入到一个失速的状况 那这样大陆有办法把情势今年稳住吗 而不出现金融的风暴吗 我觉得很难 中国大陆的洞实在太大了 它的金融问题 这么多年 影子银行我们听过太多年 房地产的问题太多年了 所以现在是尽量避免失控 第一可先防失控 然后接下来才能把那些比较重要隐患的部位 开始针对症下药 我觉得他现在是要先把情况稳住 先把那个中小企业 不能让大规模的企业倒掉 金融系统要让他维持信心 接下来才能对症下药 去把那些影子银行或P2P 真正的那些毒瘤拔掉 所以我觉得他的工作不太可能在今年就完成 只能说现在先延缓症状 先求不伤身体 再强调下一波的疗效 那延缓得了吗 中国大陆是一个外汇管制的地方 金融管制非常严格的 而且他97%的银行都是公家的 在金融体系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力量去控制 但是要治疗 我觉得他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治疗 所以延缓是可以的 甚至把那个让外界不要感受到 太明显的差距是可以做到 但真正要根治 我觉得根治要花很久 就像他们这几年说的结构改革 什么供给侧改革 那个到今天为止都只是进行事 不是完全事 金融的改革 我想会跟供给侧改革一样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进行 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 好 非常谢谢台经验景气预测中心 顺明德主任 帮我们详细推估了 今年全世界的各种情况 感谢观看